智慧是本境的建定 以及在当下 了悟正五星的一段修持 而方便则是任运现前的禅修 以及能使勾染和执着耗尽的顿潮修持 透过这样的修持 便可一生振得魂光身 升起与圆满 一 升起次第指的是善的心智造作 而圆满次第是安住在自清无造作的状态中 二 升起次第的精髓 在于静观或圣观 一旨将色相 声音和念头 视为本尊 众语和智慧 本尊 此乃行者的守护尊 互为行者修持的互发神 也是证悟的向导 佛果 指不住轮回或念寒的圆满证物 以断除一切腹障 具足了如实见到万法本性的智慧 如所有智 以及骗及一切处的智慧 敬所有智 见到出地的成就 从轮回中解脱和证悟实相的真谛 法性 现象与新的固有本质 法轮 转法轮 更明确地说 就是佛陀所给予的系列教法 共有三转法轮 是释迦摩尼佛一生中所开示的法教 金刚称 指以果位为道理的修持 等同于秘咒 阿赖耶 阿赖耶 字面意义为万物的基础 是心以及清静与无尽现象的基础 认证了佛性或法身 此极一切清静现象的基础 另外 以阿赖耶的无名分的状态而言 它抑制二元心的中性状态 尚未被本觉所怀用 因而是轮回体验的基础 淮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疾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 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常安乐 护持帐号 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时间也许多人 回孩子 updates 前世 集团 分解 收藏 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佛教里面要我们首先要升起一个绝对感恩的心 我们叫报恩 所有的存在的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所以佛教教教我们不要杀生 最好不要吃他的肉 最好要放生 甚至我们还经常超度那些浑木区的死亡的 都是我们要报恩的 一只小猫也曾经做过我们的妈妈 不能不会投胎在我们家 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很富贵很有钱的人 他养了一只白狗 爱他爱得要死 每天用金盘子给他吃菜 每天跟他一起睡觉 然后有一天 佛陀去他家 趁这个有钱人不在的时候 佛陀去他家 骂那只狗 上辈子有钱不会休 现在堕落做狗还享受什么 然后那只狗一听了就躲到床下 然后就不吃东西了 然后这个有钱人回来 他家的工人说 哎呀老板啊 刚刚有个出家人骂你的狗啊 骂完以后那只狗就躲在床下 不出来吃了啊 你不要怪我啊 然后呢 这个有钱人就很生气 哪一个哪一个你跟我讲 原来是佛陀嘛 然后他就跑去佛陀 你干嘛骂我的狗 我没有骂你的狗啊 那一只狗就是你老爸啊 过去很有钱 不懂得布施 现在堕落做狗 我去给他开吃 再享受他下地狱啊 我这个有钱人更生气 你还诅咒我的狗下地狱 诅咒我老爸下地狱 佛陀说你不信吗 你回去问那只狗 你老爸 留下你的钱才一半而已 还有一半藏在后面花园呢 你不信吗 你去问问看 如果是你就知道了 结果那个人回去就跟那只狗说 如果你真的是我上辈子的爸爸 我的爸爸 那你还有一些钱藏在哪里 你告诉我吧 这样你才可以 脱离 痛苦哦 这只狗都咬着尾巴带他去 又哇 哇 五缸黄金啊 他老爸藏下来了 那这个人一听 哎呀 真的 这个出家人讲的没错啊 我爸爸做狗啊 然后就跑来问佛陀佛陀说 对啊 很可怜啊 生命有轮回的啊 这么有钱的人不懂得做善事 现在多多做狗还贪享受 结果你还天天抱着他睡觉 生命有轮回了 所以他就跪下来了 佛啊 你告诉我生命的道理吧 佛就把这个夜报差别跟他讲 一个人为什么长得很高 一个人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一个人为什么有钱没钱 生命死后的状况 这个守家长者开悟了 皈依尚宝了 从那个时候精进修行啊 他爸爸留下来的钱啊 替他做很多功德啊 以前是宠物啦 现在是爸爸啦 看到狗也要感恩啊 希望他赶快脱离做狗的可怕 护持功德出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